來看到嘉義市這一起驚悚車禍 肇事駕駛疑似疲勞開車 在路口連續撞擊了一部車跟四部機車 還把一名騎士壓在車底 一路是拖行長達九十公尺 最後是被民眾攔下報警 救出這個全身嚴重擦傷 骨折的騎士來送醫 另外還有一名婦人跟男童受傷 不過這駕駛公稱 不知道車底有人 以為是車輛故障了 那麼由於他的車窗 玻璃是明顯的撞凹碎裂 是否涉及兆陶 警方也要查 白色車輛走走停停 發出尖銳刺耳的摩擦聲 原來車底有歧視被拖行 車輪被安全帽卡住 車子幾乎開不動 駕駛還是踩油門一路往前 過了兩個路口長達九十公尺遠 有民眾攔車拍打 接著陸續有人上前 駕駛和短褲女乘客才終於下車 彎腰看到車底下有人 女子被嚇得直跳腳 民眾實在氣不過當場開罵 舊男人員趕到現場 立刻以器材抬高車輛 再要木材頂住 終於騰出空間救人 49歲騎士全身不滿被拖行的擦痕 多處骨折 她意識清楚被緊急送醫 而九十公尺外的路口 就是車禍第一現場 還有一名六十一歲婦人 還有一名八歲男童受傷 車禍發生在五號早上七點多 造勢車輛經過嘉義市新民路與市賢路口 當時是紅燈卻沒有停車 連續衝撞一部汽車和四部機車 車禍造成三人受傷 造勢藍性駕駛四十多歲 沒有喝酒 功稱疲勞開車 聽到車下有怪聲 以為是故障 詳細原因警方正在調查 他衝撞後拖行騎士長達九十公尺 聲音響亮刺耳 車充玻璃還撞凹碎裂 車上兩個人竟然毫不知情 沒有停車查看 也難怪募集民眾質疑趙陶 痛罵離譜又誇張 記者張俊榮嘉義報導